南韩F35A在跑道上准备起飞 美国也出动号称最先进第五代隐形战机F22 美韩空军举行今年第一场空中联合演训 丝毫不在意北韩发出的谴责 北韩外交部日前才表示 美韩演习已经推向极端红线 威胁要将朝鲜半岛变成战区 然而这场演习当然并非只针对北韩 不过南韩与美国持续强化对抗北韩的贺阻 一周内美韩防长和外长各自举行会面 可说相当罕见 双方讨论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 以及朝鲜半岛无核化议题 除此之外是否美韩结盟 70周年 南韩总统 임希悦也预计 今年上半年访问美国 时间点可能落在4月左右 국빈 방문이 성사된다면 2011년 이명박 전 대통령 이후 12년 만에 우리 정상에 미국 국빈 방문이 될 전망입니다 韩美结盟动作频频 但北韩预计也不会甘于示弱 8号即将迎来75周年建军节 是否会有大型阅兵或挑衅行为 外界持续关注TVN新闻综合报道